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玛格丽终于来到山姆威尔跟前。 同行的梅斯公爵面色复杂, 她看着面前这张俊朗而锐气十足的年轻脸庞, 目光中有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面对自己的女婿, 她动了动嘴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后只是转过头来, 对盛装打扮的女儿道, 玛格丽,我就陪你走到这里了。 说完,梅斯公爵的眼眶已经红了。 谢谢父亲。 玛格丽给了父亲一个拥抱, 又亲吻了她的脸颊。 梅斯公爵拍了拍女儿光滑的后背, 暗自叹息一声, 终于还是将她的手放在了山姆威尔的手中, 然后转身退到一旁。 圣堂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克里奥帕特拉也兴奋地发出一声低吟。 口中喷出的炙热气息让地上的玫瑰花瓣转为焦黄, 眼看就要弄坏玛格丽的长裙, 山姆威尔连忙回头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眼神。 白龙这才略嫌委屈地闭上大嘴。 几位少女跑了过来, 又开始向两人头顶抛洒玫瑰花瓣。 山姆威尔牵着玛格丽的手, 就在这阵花雨中与她并肩走上台阶, 走向天父与圣母的雕像, 走向诸神的见证。 天父、圣母、战士、铁匠、少女、老玉、默克。 七神的塑像前, 山姆威尔,凯撒和玛格丽,提利尔相对而立, 庄专与宣誓。 我是你的, 沙姆威尔从未觉得眼前的少女竟如此美丽, 几乎有种令人不敢直视的魅力。 你是我的, 玛格丽从未笑得如此灿烂, 她从小的梦想是成为王后, 可如今, 她嫁给了一位伯爵, 却忽然觉得无比满足。 从今日起, 至死方休。 两人的声音在圣堂中回荡, 在七神的见证下, 渐渐交融在一起, 仿佛聚合为一个声音。 主教将一枚水晶高高举起, 让折射后的彩虹光芒照耀在这对新人脸上, 口中道。 在七神和世人的见证下, 我庄严宣布, 凯撒家族的山姆威尔、 伯爵与提利尔家族的玛格丽小姐结为夫妻。 从今往后, 她们就是一个躯体, 一个心灵, 一个魂魄, 直到永远。 任何干涉她们婚姻的人, 都将受到无情的诅咒。 欢呼声和掌声再次响起。 悠扬的圣歌声中, 山姆威尔解下自己的斗篷, 用力斗开, 然后包裹在了玛格丽身上。 表示从此以后, 她将由她守护。 山姆威尔温柔地在玛格丽咽喉处将斗篷记紧, 然后身体前倾, 与她长久地身稳。 欢呼声愈发热烈。 主教也庄严地宣称, 两人将是一个躯体, 一个心灵, 一个魂魄。 仪式结束后, 契曼、虎牙和洛拉斯, 提利尔两位骑士在前面开道, 带着众人离开圣堂, 来到宴会大厅。 这里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点心和酒水, 稍作休息后, 他们还将去城堡外的广场上接受河湾平民们的祝福。 趁着这个时间, 玛格丽跟着侍女去换衣服补妆了, 山姆威尔在大厅里跟一众河湾贵族聊了一阵, 脸都快笑僵了, 便找了个去灌喜式的理由跑了出来。 在花园里的僻静小道上随意走着, 山姆威尔忽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身影。 蜻蜓岛长子霍拉斯·雷德温 这次婚礼, 蜻蜓岛领主派克斯特伯爵依然没有出现, 这家伙自从陆党叛乱开始后就仿佛人间消失了一样。 或许是不想遇见马党成员, 免得尴尬。 毕竟蜻蜓岛舰队在铁民入侵和陆党叛乱期间的故意放纵行为,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山姆威尔想了想, 忽然拉开袖子, 露出了手腕上缠绕着的红宝石手链。 Lock Tunnels 前方的霍拉斯·雷德温正悠闲地散着步, 忽然感到阳光像是猛地阴暗了一下, 身后传来一个模糊而诡异声音。 他回过头, 就见梅斯公爵正笑呵呵地朝自己走来。 霍拉斯怎么不去大厅吃点东西? 再次伪装成充气鱼的山姆威尔问道, 还不是不想看到马党那群混蛋的笑脸。 霍拉斯根本不掩饰自己的愤恨。 哎, 山姆威尔一副感同身受的模样, 我看到他们也来气。 霍拉斯黑黑一笑, 道, 别担心, 舅舅, 马党那群人笑不了多久了。 什么意思? 山姆威尔摆出一副疑惑的表情。 奥莲娜夫人没跟您说吗? 也对, 这件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霍拉斯倒是没怎么怀疑。 毕竟他这个舅舅本就是个废物, 奥莲娜夫人估计也没指望让儿子出力帮忙。 什么事? 母亲难道在谋划什么? 泰克斯特是不是也参与了? 沙姆威尔装作一副苦恼的模样。 哎呀, 你们不会又要闹事吧? 这才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就别折腾了吧。 之前那次真的是差点害死我呀。 放心吧, 舅舅, 之前的叛乱, 尤其是铁名的入侵真的是意外, 我父亲再怎么样也不会害自家人呀。 那你们这次到底准备干什么? 其实我也不清楚具体的计划, 只知道是针对凯撒。 霍拉斯两手一摊, 似乎是真不知道, 这件事是我父亲跟奥莲娜夫人商议的, 您如果真想知道, 可以去问奥莲娜夫人。 沙姆威尔哭丧着脸, 什么? 那我女儿怎么办? 她才刚嫁给凯撒那个臭小子。 那不是正好。 霍拉斯压低了声音, 凯撒一死, 玛格丽不就能继承风吸宝和鹰嘴语了吗? 而且我听说她还怀孕了, 那将来生下孩子, 说不定还能遇龙。 你们要杀凯撒? 山姆威尔张大嘴巴, 眼中的惊骇倒不全是装出来的。 霍拉斯阴着脸诱道, 舅舅, 真不能怪我父亲心狠。 您可知道, 我弟弟霍伯是怎么死的。 霍伯? 山姆威尔心中翻起惊涛骇浪, 他不是在军林被多安人杀了吗? 我之前也是这么以为, 霍拉斯咬牙切齿道, 可最近父亲得到消息, 霍伯是被凯撒设计害死的。 多恩的截落, 戴恩不过是个替罪羊。 你父亲从谁那里得到的消息? 可靠吗? 山姆威尔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八爪蜘蛛 瓦里斯那张肥肥的脸。 当时只有这位情报总管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 是瓦里斯。 霍拉斯证实了山姆威尔的猜测, 他告诉我们, 霍伯死的那天, 一只怪异的猎鹰出现在了红宝的神木林中, 而凯撒就训养了一只鹰。 这小子还在航海途中曾跟霍伯结下筹, 总之, 他的嫌疑很大。 其实很早之前父亲就觉得霍伯的死有蹊跷, 只是一直找不到切实的证据。 而瓦里斯的来信刚好证实了父亲的不少猜测, 也就让他认定凯撒才是真凶。 所以你父亲才这么坚决地要杀他? 是的, 霍拉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提醒道, 哦, 对了, 舅舅, 这件事您可千万别告诉玛格丽。 父亲说他满脑子都是荒唐的爱情念头, 当初居然跟凯撒私奔, 简直是不可理喻。 要是知道了, 说不定就会透露给凯撒。 我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的。 山姆威尔连连点头, 一副憨憨的模样。 两人又闲聊了一阵, 山姆威尔才找了个借口离去。 瓦里斯没想到这只蜘蛛也想杀自己。 对此山姆威尔倒是没有太过意外, 毕竟瓦里斯可是一心想要帮助侠海对岸的那位, 传言是雷迦, 坦格利安之子的小格里芬重登铁王座。 现在山姆威尔拥有巨龙, 儼然已经成为小格里芬的阻碍, 瓦里斯看准时机对他下手也在意料之中。 本以为路党叛乱是结束, 没想到那只是一个开端。 奥莲娜夫人、泰温、兰尼斯特、瓦里斯、 泰克斯特、雷德温、或许还有道朗亲王, 已经设下一个杀局, 准备对他下手了。 父亲说得对, 他还是太天真了。 逼估了这场权力游戏的危险性, 也小看了那些阴谋家们的心狠手辣。 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山姆威尔的伪装渐渐退去, 露出原本的面目。 手腕上的红宝石到了最大使用次数, 已经碎裂成无数细碎的粉末。 从他的手背流淌下来, 烟红如血。